这次在丰隆国小举办的台东厂公厅会 分别针对背难 卢凯 排弯 打武 等世主社会组织 土地文化 婚姻 财产制度等有关民事部分 相关调查进行讨论 希望能够把过去调查出来的 这么庞大的资料 透过系统化 体系化的一种方式 希望能够让它变成是一个 在法律上可以使用的一个内容 不过有主任认为 目前的法律诉讼案件中 仍较关注于刑事案件部分 其实我是比较关系的是刑事那个部分 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发展 其实跟原住民的一个社会制度 它的社会体系是完全不同 一个对照的状况 非难组代表董新华 和排完组代表叶审保校长 卢凯族的胡敬德则分别提出 主请不同的狩猎文化 及猎场划定规范 在台湾州来讲 并不完全是自由进入 我的头目会设一个竞技场所 我们从猎场 由各个家族 有自己的猎场 那水仙道 就是以山西河流 还有这个大石大树来齐格 一系列的纪典 它是一个少年活祭 然后狩猎祭 狩猎祭 其实它主要是要巡视 要带部落的七少年青年 去巡视传统领意 让他们认识传统领意 来自南宇的李清玉 希望南宇的族民能证明为达吾族 甚至外国人还曾经问我 哪里是亚美族 哪里是达吾族 你们台湾有那么多族群 我都搞 到底可不可以介绍 一一介绍 我说亚美族跟达吾族 是同一个族群 这一项调查资料 由于是从原住民各族文献史料 论文研究中搜集整理 有关民事方面的处理实例 仍有部分尚未建立 有待继续调查 因此司法院在去年 陆细在全国的九个地方法院 设置云住民专庭的功能 法官的审理态度 受到云住民各方期待 不管在警戒的交易 还有法制的交易 应该要慢慢来 就对云住民的法规 还有对文化上的一个理解 应该都要 都要一些时间去教育 认罪科刑的时候 基本上应该 不能只有完全看 现在的现行法会的规定 应该要对一些原住民的 特别是原住民身份的人士 来换到现在的现行法的时候 应该还是要去探究一下 探究到真实 就是说在认定事实的时候 要看说对原住民 他过去有没有传统的文化存在 原住民主民是传统习惯 调查汇编工作工程庞大 原民会这次委托台北教育大学 进行调查之前公告的失事族 不包括后来证明的 拉路亚及卡纳卡纳夫两族群 这项调查资料未来一旦完成 都将成为法院司法审判重要的参考依据 记者卡托夫院比尔台东采访报道